张化县蒲岩香顺泽宫 因挪威铁人三项选手宜登 缔造冠军神帽的传奇 蒲岩香公所以顺泽宫为节点串联周边公共空间 将原本的蒲南公园 打造成一座共荣室公园 县长王惠美与蒲岩香长许文平四日前往巡视 在这里感谢我们管政府和我们公所 大家同心协力 特别感谢委员府委员和所有委员 对我们以上的支持 第二也要感谢代表会的配合 这里有办法让我们公所 让我们管政府共同来完成我们有据设施 希望我们家庭带到我们的小朋友 来享受到不一样的特色 我们张化现在目前产美有一个疑心园 我们在我们的中华市包括参观店也好 还是说我们的盐平公园也好 这里也都有这个邮居设施 都欢迎我们的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 逐一的来好好的来这个享受我们的这些邮居设施 感谢我们管政府和我们经费 跟我们博物才有最好的所谓 在这里出场 外面的人出场也能带动我们的观光 来这里拍照打卡 实际上我们顺责说拜拜 我们的图书馆丁和我们代表会的支持 我们包容会越来越好 浦南公园最大亮点是 顺泽公冠军帽造型的大型儿童邮剧溜滑梯 场内搭配浦岩乡地一座大型滑索 小勇市闯关区共融邮剧设施 还有小孩最爱的沙坑 打造亲子共融多元的油气空间 让小朋友敬请玩乐 也成为家长们为孩子拍照的打卡热点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体验 公益频道张华云普言采访报导